嗨 歡迎你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視頻呢 是一個讀書的視頻 這本書是我在中慶逛書店的時候 偶然發現的 這本書就算是一種 那種你們知道 你進到一個書店之後 你就看到了這個書 你就會想要擁有它的那種感覺 之所以我會買這本書的 也是因為 像這種攝影書 沒有辦法在看網上的版本 就是有一個實體的 拿在手上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裡面照片的 肯定是最好的選擇嘛 那今天的主角呢 就是這一本 在他們消失以前 before they pass away 尋找人類最純粹的形式 這是一個 英國的攝影師 叫做Jimmy Nelson 他拍攝的一些作品 然後 這個書的背面是長這個樣子 擁有溫度的鏡頭 擁有溫度的鏡頭 喚起人類與自然遠處的精神連結 在世界的鏡頭至今文明 所以你應該大概猜到了它的主題是什麼嗎 它這本書裡面呢 收錄了 收錄了 有21個部落 人種 種族 在世界各地 然後這個作者就是去走訪 拜訪他們 觀察他們的生活 然後進行一些藝術創作 所以裡面都是一些不同 族群的人的肖像 然後我想的是 因為這本書很厚嘛 裡面介紹的內容也非常豐富 所以我將每一期視頻 就來介紹一個種族 然後 如果你看興趣的話 就要繼續看吧 因為現在夏天到了 所以說 手上看書什麼的 比較容易出汗 所以我還專門去 找到了一副手套 雖然這個不是專業的那種 讀書的白手套 但是作用差不多 只要是防止我手出汗 然後 我會把那個書上面弄得 很不舒服 這個聲音好像還挺好聽的 OK 那我們就 打開第一頁吧 我喜歡它這個肥也是一個紅色 就是非常專業的研究 就好像在說 快點 看我 打開我 OK 在我正式開始之間呢 我想來讀一下這個作者的 資訊 因為後面基本上你就聽不到這個作者 本人的聲音了 就是 都是她的攝影作品 所以 在開始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她的 她自己有聽一聽她自己想要說一些什麼吧 資訊 我不是一個人類學家 也不總是科學研究 我不會說自己具備足夠的知識和能力 可以解決那些關於獨著文明與轉動文化的問題 我只是一個攝影師 演進一個講故事的人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 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各種族群的人 我和他們之間仿佛搭上了某種春朴的契約 它富裕時光以意義 又凝聚出了我的人生事業 這本書是我對文明的致敬 也許我永遠無法完全理解那些神秘的文明 但他們仍然對我充滿吸引力 讓我願意繼續探索下去 而是我有十年的時間 生活在一個宗教組織之中 那是一個情緒被壓抑的環境 我能直觀地感覺到我不屬於哪裡 更糟糕的是 在我十六歲的時候 因為某種嚴重的併發症 我在一夜之間掉光了所有的頭髮 後來我留著光頭 卻被誤會是在用這種方式 笨重地表達叛逆 這讓我更加覺得自己不被環境所接納 這樣一點點的得過結果 我的身體和心靈都顯得 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如 從那時期 我開始了一生的探索 我想要去尋找真正的歸屬感 我在旅行中的經歷 對我產生了持續而深刻的影響 如我所見 每個文明都有自己定義的財富 在他們面前 我卻為了保持謙卑 在我出發的地方 我所受的教育讓我相信 人應該會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而努力奋斗 但我覺得這個延續了幾百年的觀念 已經把我們的世界 帶到了生態病崩潰的邊緣 和政治災難的門前 而我遇到的各種族群的人 往往有著不同的價值觀 他們認為 人類與環境中的一切 都是共生共存的 和互相支撑的關係 事實上 這兩者往往是同一回事 他們能交給我們的東西 還有很多很多 這本書中收錄的照片 並不是為了記錄事實 書中出現的所有人像 都是我對那些 曾經遇到的人的藝術想像 和創造性的詮釋 我關注的是 當我作為一個外來者 闖入他們的世界 那種深深震撼我的美 我想梳理一些鮮明的形象 展示那些強壯而驕傲的人的美 與昂扬的畫面 阿虎一文 我的這種表達方式 充滿了浪漫色彩 我希望你們能從我的作品中 清晰地看到 我對鏡頭下的那些人 所懷有的深深地尊敬和讚美 為了給我的這項實驗 取個名字 我思考了很多 在他們消失以前 這個名字也許會讓你覺得 我非常悲觀 已經看到了那些我遇見的人 無法逃避的命運 但這可能就是我最初 最簡單的直觀的感受 但是在我2013年第一次出版這本書的時候 當我發現自己的人類族群 其他的多樣性 仍然充滿持續 而熱情的關注時 我開始重新深思這個觀點 哪裏有挑戰 哪裏就有應對之策 當我請他們在我的鏡頭前擺出造型時 我發現了他們的驕傲 力量 榮譽感 活力和順應力 這種感覺為我提供了無窮的靈感和動力 鼓舞著我把我的工作繼續做下去 從這個角度而言 在他們消失以前 想要表達的並不是一種 中將走向滅亡的宿命論 而是恰恰相反 他提醒我們 現在正是機會來臨的時刻 應該心動起來去做些什麼 對於我們當下擁有什麼 和未來需要什麼 是時候去重新做出判斷和決定了 Jimmy Nelson 阿姆斯特丹 2017年1月 OK 對這個作者現在有一點點的了解了之後 我們翻開 OK 它的第一頁 這是一張世界地圖 上面標注了 本書中收藏的各個人中的主要分布地區 OK OK 那我們現在翻到了 正式的第一頁 今天要跟大家一塊兒閱讀分享 以及 拓展 可外知識的 這個人中就是哈薩克人 哈薩克人 其原 蒙古國的哈薩克人 是法院子中亞北部的突厥人的遺址 與他們在哈薩克斯坦 無自別克斯坦 中國和俄羅斯的精致相同 他們是突厥人 蒙古人 印度伊朗部落 和居住在西伯利亞 與黑海之間的匈奴人的後裔 哈薩克人的祈願可追溯至十五十七 在蒙古國 哈薩克人是人口最多的少數族裔 他們主要生活在 巴掩無列蓋生 意思是 富饒的搖籃 的最細部 大部分生活在 偏遠多山環境中的哈薩克人 都以馴揚神畜為生 今天生活在蒙古國 巴掩無列蓋生的哈薩克人 大約有八點七萬 占蓋生人口的百分之八點七 而蓋生人口約十一萬 大約是蒙古國全國的百分之四 习俗 在哈薩克人的眾多习俗中 最初中莫過於古老的英烈遺書 兩千多年來 哈薩克的男人 都會帶著他們 宣揚的精雕 騎馬前去打獵 在無際的山亂和草原上 很多動物都會成為 哈薩克人的獵物 包括兔子 汗蘭 狐狸 甚至是狼 他們的皮毛是 哈薩克傳統服飾中 不可缺少的材料 宣揚精雕的技術 也隨之代代傳承下來 鷹獵人 穿著靴子和黑色大衣 戴著一種叫做 鷹獵子的狐狸皮毛子 每年十月中旬的精英節 標誌著狩獵季節的開始 這是一場 裝美而歸零的盛大活動 吸引了草原上最好的獵獸和夢獸 和夢境 前來參與 這也是哈薩 這也是哈薩克人 每年重要的清典之一 在這劇組環境的日子裡 你能看到哈薩克人是多麼熱愛 花樣繁複的儀式 女人們都戴著色彩眼裡的頭巾 阿扎莉 男人們則戴著一種無邊眼帽 兔牙或者狐狸皮的帽子 很多哈薩克人都擅長演奏傳統樂器 比如一種叫做 通不拉的形式琵琶的 兩線彈簿樂器 還有一種叫做 骨不子的放在膝蓋上演奏的拉線樂器 都曾在古老的早期文獵中出現過 哈薩克人還有口述歷史的傳統 他們高度依賴宗族和部落 被要求應該銘記至少 期待祖先的姓名 以保證不要忘記自己從何而來 在近幾十年裡 蒙古國的哈薩克人 對傳統習俗的記憶 保存和傳承 都要遠身於他們生活在 鄰國哈薩克斯坦的兄弟之系 讓我休息一下喝口水 讓我休息一下喝口水 大多數哈薩克人是尋尼派 穆斯林 他們通常也會繼續信仰那些 前伊斯蘭時代的教派 會崇拜天空 祖先 火 以及善與惡的精神 緩化出的超自然力量 還有傳說中的巨人和迷領中的精怪 對撒曼教的信仰也廣泛 存在於哈薩克人當中 他們也會信奉那些宗教力量的代言人 撒曼護士 在哈薩克語中被稱為 巴克喜 人上生活 哈薩克是一個半有木半農耕的民族 許多家庭一面當中 會帶著牲畜在固定的季節性 聚聚聚之間 遷徙多次 不長途遷徙的家庭 往往需要的深處不多 夏季就生活在去他們同期的家 較近的地方 但是並不會扎下圆頂的帽站帐 夏季的帐篷 以及少數冬季的帐篷 會用大量的刺繡 帽站和仿製品裝飾起來 直到20世紀30年代 有木的人們還可以在哈薩克斯坦 蒙古國和中國新疆 維吾爾自治區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之間 自由的間隙 而在1924年 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 很多哈薩克人就放棄了他們 伴有木的生活方式 開始定居在了蒙古高原的西部 應是 幾百年來 哈薩克人一直在養殖 肥胃羊 駱駝和馬 依靠這些家畜獲取食物 衣服和交通工具 羊肉和馬肉 是最受歡迎的食用肉類 肉類往往會被 用鹽子和風乾的方式 保存起來 而奶製品也會更多的被製成酸奶 也是因為抑鬱保存 以便更加適應他們 擁護生活的需要 好 OK 以上就是全部關於哈薩克人的描述 現在可以一起翻開他後面的照片的這個部分 如突可見呢 這個就是 第一副這個 身影師拍的哈薩克人的作品 他手持的就是他的 金 鷹 然後帶的這個帽子 應該也是那種 狐狸皮做的帽子吧 感覺他們生活的地方好冷啊 但是你看這些影師感覺很漂亮 他們的皮帶啊 戒指啊 感覺整體的顏色 真的還挺漂亮的 OK 我們放開下一頁 好 哇 這個應該也是他們的經驗劫 這個應該也是他們的經驗劫 感覺他們生活的環境真的非常的艱苦欸 之前 去過一自私專的阿爸 就是那種害怕又高的地方 然後 周圍徒弟又很平息 就是 你生活在山之間的感覺 你每次 很像天空 有一般就是被山覆蓋著 就會覺得你的事業特別的狹窄 好 好 感覺他們那邊的陽光也是非常的 濁熱 他這個嘴裡面這個是一個什麼東西嗎 好 這個問題是他的寶貝 Let's flip to the next page 畫他們的帽子 這邊還有一些手工刺繡的一些裝飾 感覺全部都是在動物皮毛裡面 整個人就是被裹在 被裹在動物的 皮毛裡面的 這還有一個人 哇 記得他們部落裡面的女生嗎 哇 我覺得長得好漂亮啊 而且他的嘴巴上面是多個口紅嗎 感覺 真的挺漂亮的 這個絲號感覺不長間啊 這邊是他們的帳篷裡面 應該是掛了這種 跟很多地毯 小朋友的服飾 狐狸皮毛 我覺得他們的眼神都特別的 就是很堅毅的那種感覺 這些山的地方都是這種黑色的 但是被光照著就會馬上變成白色 然後他們是在一群石頭山上面 哇 這些好漂亮 特別大的一個般圖 這應該是很多冰河吧 然後他們這群人在這裡 小小的一點 OK 哈薩克人的照片到這裡結束了 在這裡你們舉動一下 下一集 將會是新發人 OK 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視頻的話 不要忘記散臉 然後也可以評論告訴我 你喜歡這個內容 我覺得是挺有意思的啦 因為我一直就是會很喜歡去 了解一些奇奇怪怪的 就是我不知道的東西 再加上我們本來是這些 所有上面的人都是一家人 所以去了解他們也是了解我們吧 好 那麼晚安 好夢 我們下次再見 所以看到我們要找到一家人 是它們來整個衝突 所以是有解的 關卡 太小的 大家要看一下 不管我們 好 我小朋友 這個 assv 你 好像 這 這 可能